中国禁酒冠名播出的海峡夜行 隐藏了相信一年之久跟张子怡之间的恋情是现场被迫宣告破案了 其实对于李昌宇博士我们并不会陌生 经常收看东南卫视台新闻的朋友会知道 台湾一些非常重大的大案要案都有李博士的身影 比如说著名的319枪击案被称为这个世纪遗案 就曾经请李昌宇出马过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生在大陆长在台湾 成名在美国现在服务于全世界的神探李昌宇的故事 首先我们要请出在台北演播室 我的搭档台湾中国电视公司主持人黄晴 帮我们介绍参加节目讨论的三位来宾 黄晴好 请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介绍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就是李昌宇博士的嫡传弟子 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的助理教授李成龙博士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张有华 大家好 还有资深社会记者胡孝成 大家好 说到华人神探李昌宇 台湾有多起重大案件都要请他出马来协助见识 而最近李昌宇上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大陆电视节目 有再度掀起这波神探热潮 2013年新年一时 华人神探李昌宇再度掀起热潮 登上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电视节目 与全国的观众分享了他的探案传奇 我们可以用化学药剂可以去显性 现场讲解作实验皆是探案秘局 传说中的神探其实很幽默 说到神探呢 我马上会想到这个福尔摩斯的形象 比如说穿一身的黑大衣 然后戴一个这个绅士帽 然后目光非常的锐利 深沉但是又敏捷 其实笑诚哥是曾经亲自采访过李昌宇博士的 当时你去美国采访 他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李博士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 他对于这个询问的人的问题的话 他很仔细的去聆听 但他回答得非常的谨慎 这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再者是什么 他对形式见识这方面的一个热情的程度 会让人招架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他实验室那段时间的时候 他不断的就是把我带到他的实验室 去看个不同的一个刑案的一些唯物机证啊 还要他们是怎么样子去 把他做一个厘清见识出来 再来就把我到他办公室里面去 然后放那个什么那投影灯的高所 他过去曾经破过哪些案子怎么破的 这是他给我的一个印象 那另外我们也请李博士来谈谈 在十年前你就是受这个李昌宇博士的亲自调教 能不能谈谈你这个恩师 他到底有多神有多厉害 有没有大家不知道的一面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老师都不相信 他已经有75岁了 那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荧幕上 那一摔真的是完真的 那因为我们早期在念景观学校的时候 我们除了平常的学术课程之外 每一个都要黑带 我们罗道 跆拳 裙拿 射击 游泳 全部都要会 那我们摔了四年的罗道 每一个人毕业都是黑带 所以呢我经常认为说我们李老师 他的脚程非常的快 体力非常的好 只要是跟过他的 都会觉得那个老师的体力 真的不是我们能够 一般人能够跟的 我们知道李博士呢 在台湾知名都是非常的高 想问一下有哈兄 这个李博士在台湾开始成名 开始进入媒体 进入公众的视线 是在什么时候 应该在1988年 因为他的高中同班同学 吴东明升任了调查局长 那吴东明有一次请我们去调查局参访 他有一个见识室 然后他就跟我讲 这个是李博士协助调查局建立的 其实他默默的在帮台湾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他真正在台湾为大家所熟悉 应该是以辛普森案为一个主体 然后就是因为辛普森案 他的见识报告让辛普森脱罪以后 所以我们才称呼他叫做神探李昌玉 有很多媒体给他取了非常多响当当的名号 比如说这个犯罪现场重建之王 还有这个犯罪克星等等 他最厉害的本事就是还原犯罪的现场来找出真凶 欧洲还有美国的媒体 就把他尊称为是神探李博士 从美国开国历史以来 没有一个中国人做实验室主任 我是第一个做的 没有一个做首席战争 我是第一个做的 当然也没有一个做他们的公安厅长 我是全美国有历史以来第一个东方人 从仅五十余年 他参与调查了全球十七个国家地区的各类案件超过八千起 获得八百多个荣誉称号 有着当代福尔摩斯的美名 从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奇案 柯林顿丑门案到台湾319陈水扁枪击案 他在许多全球瞩目的时事大案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被美国媒体称为Doc. Lee 至今已获得博士学位二十余个 为表彰他的特殊成就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李昌宇法医科学研究院 在2007年正式成立 成为他所指教的美国牛海文大学的骄傲 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用同样的一生去写下不凡的传奇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华人神探李昌宇 其实说到这个李昌宇博士呢 大家立刻会提到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做物证科学 一个叫做见识科学 因为他是在这个世界上 这两个学科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 想请这个成龙兄帮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 另外呢您的恩师李昌宇博士 在这个方面他的功力有多深 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多高 那所谓的见识科学呢 它是与法律相关的所有的应用科学 都叫见识科学 所以基本上见识科学应该是包山包海 跟很多文法三理工农医各个行业 应该都有包括在里面 那其实李昌宇博士呢 对于见识科学的贡献 以台湾来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湾 中央警察大学有个见识科学学系 他是怎么来的 其实他在二十几年前那时候是 颜世锡当校长的时候 那后来他团检生署长 他那时候到美国去找李昌宇博士跟他请议说 二十一世纪检查办案应该要怎么办 要成立哪些科系或要怎么发展 那时候呢 李昌宇博士就给颜校长一个建议 要成立两个科系 一个就是要成立见识科学学系 一个成立资讯管理学系 所以建议科学学系呢 就是负责科学办案 资讯管理学系就是负责现在网路犯罪 所以我们就发现 其实我们发现李老师他很厉害 就是在二十几年前 他就预设到二十几年后 现在科学办案的主流 还有网路办案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们建议科学的发展其实蛮缓慢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届毕业的时候呢 人家问我说你在做什么 我们刚才讲说 我在现场采指纹做DNA 采维护肌症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就是要到现场去看死人的 他们就make sense这样 他们就把我们当法医混在一起 慢慢的呢 从很多重大型战之后 大家才发现建议科学很重要 那见识科学从默默无闻到现在 是警察大学一个招牌 很多人来当警察或考警察通过学校 主要就是因为说 我以后要当理参与 所以很多人的志向就已经慢慢转向 也让见识科学套而红 我先帮刚刚老师声援一下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台湾过去的刑事建制里面来讲 是以法医为主的 因为那个建设人员感觉显然就像是在帮忙法医 在收集这些相关的一些唯物激政的东西 然后来支持这个法医 他来解剖的一个报告 所以建设人员过去长期 一直真的是被压抑下来 没有什么声音 后来一直知道李昌玉博士 他把一些国外的一个刑事建设 这样子的一个科学的办案的方式 引进了台湾之后 开始在这个整个态势上面开始有点浮动 就开始台湾这个部分 在针对一些刑案的一个刑事建设的 这样子的一个收证的工作上面来讲的话 他的比重性跟他的一个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的 那李昌玉博士有没有 他的一个他的成就在哪边 他就曾经有跟我讲过一个 他曾经破过的一个案子 他在破过那个案子 当时是他在担任警察厅长的时候 刚开始没多久就发生到一个 16岁少女被性侵杀害的这样一个案子 那所有的人 就是包括一些美国的警察 因为是白人嘛 他想你这个东方老头有没有 你懂什么这样子 就后来也是因为他不断的去指引这些刑警 他指挥200多个刑警 然后去把这样子的一样一样的东西 把他给重建起来之后 终于破案了 破案是怎么样 是发现到这一个凶手 根本就是这个女孩子同一个学校 爱慕他很久的一个男生 他尾随着这个从夏令营出来 这个女孩子后面 然后就在郊区就把他给杀害了 而且还顾步一阵 有那种情况 他就这样一点一滴的这样去建立他的一个名声 起来 我想他今天为什么在国际间 他享有这样子的一个声誉 他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我们的案子就说 他只是凭了一个案子或两个案子 事实上他努力很久 李昌毅博士说自己不喜欢被称为福尔摩斯 因为福尔摩斯是一个虚构的人 而他是真实的 他自己不想被神话 想问一下有孩兄 如果用中国人熟悉的一些神探来比喻的话 您觉得这个李昌毅博士会更像谁 如果用中国现实的例子来举例的话 叫大唐神探敌人杰 还有大宋提警官宋实 因为像李昌毅他曾经讲过 他说身为见识人员要三个真 真假的真 他说第一个你要真心 第二个你要真实 第三个你要真相 他说你可以质疑我 但是你不能去质疑见识的问题 他说毕竟那是科学的 除非你能推翻我的见识不难的话 你就不能够对我的见识 胡乱的下断缘 依照你自己的推演的方式下断缘 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些话 应该符合这两个人的特性 所以他就中国历史人物来讲 敌人节跟宋史 我想以后的神探大家都会说 他像李昌毅那样的神探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个女人 不是他的太太 就是他的母亲 李昌毅不是说他一生的成功 要归咎于两个女人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个女人 1938年 李昌毅出生在江苏乳高 家中本是江浙一带文明的富庶营商 幼年时相敬繁华 李昌毅一家在1949年前后 因战火陆续迁往台湾 不料父亲搭乘的最后一轮航班太平号失事 导致家道中落 只剩下年轻半白的母亲李王安福 独自一人在台湾抚养13个子女长大 因为我母亲去了台湾呢 我父亲啊 觉得一个人很聪扇 就特认年三十夜 他就想他也要去台湾跟我们一起过年 谁知道他撑了这个太平南山 就是年三十夜就出事情了 所以整个的一个很好的家庭 特认突变了 一切都不一样了 虽然日子极度贫困 李王安福却接近所能 让孩子都能够念书 并培养他们各自的专长 最终13个兄弟姐妹 都成为不同专业的博士 提起这些往事 李昌毅说 母亲是他一生奋斗的榜样 当然我的事业后来越来越成功 妈妈更高兴了 但是他每次都要叫我好好做人 好好做事 对长辈要尊重 对年轻的要照顾 做事要公正 所以他一生就是非常一个贤惠 而且很有智慧的人 而李昌毅一生中最感谢的两个女人 另一位就是一直陪伴他五十多年的妻子 宋妙娟 从当初两人一见钟情 妻子始终伴随身边不离不弃 不但尽心照顾家庭 还支持丈夫选择自己兴趣的事业 神探李昌毅的成功 妻子宋妙娟幕后的功劳也不小 觉得他有一种想象力 跟一种机会大概别人没有的 那我们请孝晨哥来谈谈 他们家很神奇很特别的地方 是13个孩子 统统都是博士 能不能谈谈说 他讲到说他妈妈是影响他一生最伟大的人 对 因为他的父亲过世之后 当然就是由母亲来做一个 整个家计的一个支柱 所以他在儿女的教育上面来讲 听说是非常严厉的 所以他们会很努力 很争气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必须要去考虑到很多的问题 这问题就第一个是就是家中的这种经济能不能撑得过来 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为了自己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牺牲这样 他当初去报考警官学校的时候 当时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其他的一些兄弟姐妹们 他们都不断不断的就是 也是靠着自己办公办徒这种方式 然后一一的去克服了这种经济上的问题 然后完成他的学业 他的母亲就是在后面就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 跟这样子就撑住在整个家庭 那所以为什么讲说 李博士他讲 他最害怕的是什么东西 不是尸体 也不是那种很可怕的事情 就怕妈妈生气 就怕妈妈生气 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 事实上说如果有妈妈在 父亲不在的话 都是以母亲为最重要的一个中心 其实我们也从很多的言论中 可以看到这个李博士对于母亲的尊重 那另外一位他背后伟大的人物 就是他的妻子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李博士 去世界各地演讲 参加节目 都有一个人默默跟着他 那就是他的妻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陈龙雄 其实也是这个犯罪鉴定方面的专家跟老师了 下面就要来 让您来鉴定一下 这个您的老师之前说的一番话 他说到自己的妻子松妙娟的时候说 本来只要被关七天 却被自己关了56年 您给我们鉴定一下 这句话的真相是什么 背后的背景是什么 又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是的 师母呢 松妙娟女士呢 她是殷属的杀劳悦人 然后她是当初他们家乡第一位考赛来台湾念大学的女孩子 所以那时候她来师大 其实她是念师大教育系 然后呢 她那时候专长是篮球队 那我们都知道 老师其实她小时候就想要当那个篮球的 很想打篮球 很想打篮球 所以那时候之所以能够跟师母有另外一个发展 我觉得那也是关键之一 因为师母那时候她是一个乔生 那乔生基本上都要办延棋要拘留延棋 结果她忘了办 到了大山的时候 人家提醒 所以她去警察局自首 警察局的同事就说请来找一下李警官 就是李昌玉博士 结果李昌玉博士就跟她说 你这个案子很麻烦 不过没有什么问题 放在我这边我会帮你办 然后办好之后我帮你送回去 所以那时候师母就觉得说 这个警察真好 还能够服务到家 所以其实那时候他们已经踏上了另外一个旅程 那其实每一次我们有时候在开玩笑 很多人说老师非常冷酷无情 什么叫冷酷无情 他对女孩子都冷酷无情 因为他只钟情于师母一人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师母其实很辛苦 因为老师经常有上半期的时间 几乎都在国外在世界各国演讲 那师母为什么要长年陪着老师 因为师母没有在旁边 老师他有一点工作款 他一工作起来真的会忘了 搞不好人睡觉都会忘记 所以有时候师母都在旁边订了 时间应该要睡觉要吃饭 提醒他一下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老师跟师母他们之间已经56年了 真的是非常难得 那也是当作我们一个很好的开模 原来这段婚姻也是非常的传奇 是半案半出的姻缘 其实后来李昌玉去美国成名 也跟这段姻缘有关系 他年轻的时候就跟妻子约定说 以后有机会要去美国深造 那后来呢在26岁的时候 在妻子的支持之下呢 他就来到了美国 他又是如何从一个留学生变成侦探 又破了一个一个的案子 成为犯罪课心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964年 李昌玉和妻子带着两个箱子50美元 赴美国留学 他做过餐馆的试着 证券行小职员 教过中国功夫 也当过化验室技术员 前后半工半读历经10年 最辛苦的是在美国这几十年 因为存款都会用掉了 所以我们到美国的时候 真正的是很穷很穷 就五十块在口袋 那是真的事实 那时候很可怜 一个礼拜的菜钱是五块钱没进 所以教功夫就赚一点万块 他在兼职三分工作为生的情况下 以两年半的时间 修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 法律 行指 生物化学 之后由陆续获得 纽约大学生物化学 及分子化学硕士博士学位 这个太太家一定要到美国来念书 所以当时一般人就说 你这么好的工作 大家社会人士对你们两个都很好 为什么不留在这个地方继续工作 当时就是你要在一个小池塘里面做大鱼呢 还是要到大池塘里面做个小虾 我们绝对要到大池塘做个小虾 1975年 李昌宇应定在康州牛海分大学 行事科学系担任教学工作 1979年 转任美国康迪涅克州 行事箭矢科学实验室主管 以精湛的鉴定技术 首开以科学证据将嫌犯定罪之间和 屡破其案 1986年的美国CIA特工 穗木鸡杀妻案 在没有尸体和人证的情况下 被李昌宇破获 让嫌犯心服口服 所以他现在还在复刑 他说整个审判当中 他最佩服就是我 是唯一讲真话的人 1994年 造成全美轰动的试剂大案 辛伯僧杀妻案 种种证据都不利于嫌犯辛伯僧 李昌宇又指出警方证据存在的多项疑点 最终让辛伯僧得以无罪释放 从而改变了美国司法史 关于贤罪从无的认定 也让李昌宇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神探 因为他的鉴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不得不改口承认自己的性丑闻 因为他的鉴定 肯尼迪家族的罪名得以洗清 李昌宇经手的许多案件 包括破案守法 如今都已成为国际法医界与警界的教学范例 常常他们说 我大概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因为我的判断 我的鉴定会影响到 社会 国家 一个人的名义 一个公司的将来的动向 但是我常常跟人家讲 那不是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这鉴定工作 并不是说要影响的人 只是能与这个真相事实 能够找出来 我们知道李昌宇博士在去美国之前 就已经当了几年的警察 据说还是 那个时候最年轻的警长 听起来是非常的有前途 那为什么他还要去美国 他虽然年轻 可是他升迁管道 受到了阻碍 为什么 那个时候台湾所有的 包含公安 警察 派出所 等这一些 全部都是由情治单位的人员兼任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纵然年轻 也当上了一毛三 甚至于升到了一毛四 但是 他还是认为 他如果在警戒待下去的话 大概出路有限 所以他决心到美国去深造 到美国深造 然后创办了建设室 我想这个跟他台湾的经历 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他毕竟 他不是走行事 也不是在走行政 而是走另外 走出了另外一条路 就是行事鉴定 另外我们说 美国媒体之所以 会称李昌玉是现场重建之王 跟有一个案子有关 那就是震惊全美的那个巨木鸡谋杀案 大家知道这是一桩没有尸体的谋杀案 那我们请李博士来讲讲 李昌玉他是怎么样透过地毯式的搜索 还有把血给融化了 做出这个人骨拼图 是 因为那个案子很特殊 第一个是时代 他1986年 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出这种案件 第一个是没有尸体 然后能够判刑 而且是判重罪50年 那死者叫海伦 那因为他是一个空腹人员 那有一天呢 他的朋友发现他没去上班 然后呢 其实他在生前他就说过 如果有一天他失踪了 发生意外 不要怀疑可能他先生做的 所以那时候 其实毛头只叫他先生 叫李查 那因为李查呢 他当过西埃的一些工作 所以呢 就让他懂得警察办案的一些锁法 而且他通过了三次的策划 都没有发现 就是因为这个案件 所以这个案子在侦办的过程里面其实蛮复杂的 那当然他们在现场找到一些血迹 那主要是说 他们后来发现了 有一个人拖着睡木机 然后就在湖泊那边 半夜的时候在那边工作 他们觉得很怀疑 然后呢 就从那个湖泊里面 从血堆里面去清出了 两千多片的一些毛髮 然后一些碎骨 后来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基震 就是有一个电锯 他们从湖泊里面捞到一个电锯 电锯上面其实号码已经被磨灭掉了 不过我们一种技术叫做引擎号码重现 虽然被磨灭掉的号码 我们可以用化学腐蚀的方法 把号码重现出来 所以他们从电锯上面的号码 去找到这个电锯是哪一家店卖出来的 然后是谁去买的 那很幸运的就是 那一天刚好是嫌犯用信用卡去刷卡 所以他们就查出来跟他先生有关 那当然他们最重要要证明说 那个黑人已经死掉了 那要怎么去拼出这个人出来 其实那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 他们从五千多片的一些小碎片里面 召集了全世界各方面的领域的专家 来一起来讨论这个案件 后来能够在法庭上 让法官相信海伦已经死掉 而且凶手就是他先生 然后法官后来就判刑 判刑确定说既然没有找到尸体 他们认同说死者已经死亡 而且证据都指向是他先生 所以这个案件之所以升起 当然第一个就是因为 他是没有找到尸体的犯罪 第二个其实他能够召集那么多 不同领域的人 在那个时代就能做这种事情 没错都毁尸灭迹了 还是逃不过他的法眼 难怪大家都说 只要案子破不了去找Dr. Lee就对了 那其实尽管他一直在美国工作 但他还是心计台湾 比如说两个民众关心的一些 发生在台湾的大案要案幕后 都有他的亲自参与或者是直接的指点 到底有哪一些案子 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大家 大家来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国禁酒 冠名播出的海峡夜航 我是叶清零 我们继续今天关于神探 李昌玉博士的故事 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些 他在美国破的大案要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目光转向 他关心的一些台湾的重大案件 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2004年台湾选举的时候 发生的这个319枪击案 曾经请他回来做过鉴定 我们也做了一个短片 来一起回顾一下 他曾经参与过的一些台湾重大案件 这些年 李昌玉也常常回到台湾 参与重大刑案的侦办 像是前桃园县长刘邦友的关顶血案 白小燕绑架案 以及2004年 影响台湾地区领导人全局 结果的两个子弹枪击事件 2004年3月19日 台湾地区领导人全局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时任民进党候选人 陈水扁 吕秀莲 在台南街头败票活动中 遭遇神秘枪击 陈里两人各种一枪 这一事件 就是轰动台湾政坛的319枪击案 枪击案 直接导致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结果的大逆转 改变了台湾的政治走向 也引来蓝绿双方的争执 在案件迟迟未能查清的情况下 台湾各界 想到了国际知名的 刑侦专家李昌玉 李昌玉回忆 319枪击案 是他见识生涯里面最复杂 也受到最多政治压力的案件 但他依然秉持 让证据说谎 民众或者政客 永远不会了解的 因为相信的人 还是会相信 不相信的人 还是不相信 他是根据现场责弹的 来浮现工具痕迹等指数推测 两颗子弹是从同一支手枪打出 目标首先指向吕秀莲 很多人问问题 那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自导自言 或者国民党制造的事件 我说这都可以eliminate 我说只要看第一个子弹 它的方向是对着旅导 所以这是我的鉴定的结果 这个trajectory 它的第一个子弹的方向 案发将近九年 319枪击案是否要重启调查 李昌宇一再强调 任何时间 只要有新的物证出现 重新展开调查 都是可行 而且对案情的理清 有所帮助 发生在2004年的319枪击案 由于是有政治的原因 然后有蓝绿的缠斗 最后为什么会要请到李昌宇博士 回来做这个鉴定 他的鉴定出来 为什么在台湾又引起很大的争议 请问一下有话兄 当年李昌宇博士 他之所以回台湾做319枪击案的建设 他主要是有三方面是围请他 第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吴东明 陈长文等人 他们特别拜托李昌宇回来建设 那第二方面是当年的警政单位的首长 也希望他回来建设 那最重要是美国政府的态度 因为我们很少看到 李昌宇他回来建设的时候 居然带了美国的法衣 然后美国大概只要求李昌宇做了一些事 要鉴定究竟是不是枪伤 那这也就是李昌宇去完现场 再去看阿扁他证实的枪伤 好 这个是政治的部分 那在建设的部分 之所以有那么大的争议 是我们要求李昌宇博士 你这份鉴定报告 除了枪跟弹以外 你最重要的 这个子弹上面的出速射速 还有弹药装填量 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说阿扁虽然是枪伤 但是是不是这把枪 或者这支 这个子弹究竟是 一枪两弹 还是一枪一弹 还是有其他因素造成的 但是李昌宇他只跟我们讲 他证实阿扁的是枪伤 证实不是自导自演 然而他又留了一个尾巴 他讲了 他说我所有的证据跟证物的鉴定 是以刑事警察局的为准 就是刑事警察局给我什么 我就按照那个东西做鉴定 这也就是让蓝营对李博士 非常不谅解的地方 一直到了今天 真相调查委员会 一次二次三次 三份报告出来 都在质疑李昌宇的关键所在 我们请李博士来谈谈 那时候他做的刑事鉴定 包括我们大家印象最深的 雷射光做的弹道比对 伤口的见识 还有以枪追人 这整个过程以办案的角度来讲 他是不是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是因为319这个案件 其实是把证物发挥到邻里禁止 以弹追枪 以枪追人 所以我们从弹壳上面的一些弹道痕迹 的一些工具痕迹去比例到改造工厂 然后从那个改造工厂里面去追到 可能是谁去做这些枪 然后卖谁跟哪些人 所以很难得我们在办案的过程里面 真的由证物来出 来出击 然后来追到嫌犯 我们以前都是抓到人 然后由人 然后来追到物证 所以其实我们去回顾一下 在319发生之后 大家才开始了解这些科学的重要性 我们来个四后诸葛 如果当初我们台湾民众对于科学证据 都会很了解 现场保全都很好的情况之下 319一发生 现场的两个蛋壳 如果民众捡起来的时候 他知道我戴个手套把捡起来 送到包图所那边 包图所同人知道 我要用手套把他接系来 送到实验区化验 蛋壳上我可以找到指纹 找到DNA 就更多的证据 指纹DNA 我们就知道到底是谁了 就不需要那么麻烦 但是很可惜在早期 因为大家对健身科学 对现场保全都完全没有sense 所以才导致后来的麻烦 所以其实有时候会过头来谈 因为319的关系 真的让我们建设科学 往前迈向了一大步 而且大家更重视 这对以后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那日前呢 319枪击案的改枪嫌犯 唐首义时代 厦门落网也被压解回台湾了 也希望他的落网能能尽早给台湾民众 对于319枪击案 有一个更好的交代 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领略 这位神探的文化 欢迎继续回到 中国敬酒冠名播出的海峡夜行 我是叶清零 我们继续关于 这个神探李昌玉博士的故事 神探李昌玉博士呢 一生犯过8000多件案件 犯率超过90% 他现在一生还在世界各地 进行不断的演讲 他说这一辈子 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用自己的正直给社会传递正能量 其实他对社会的影响还不仅仅在此 他还引发了一股神探潮 李昌玉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请问一下肖成兄 在台湾的话应该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毕竟在这个部分上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以警察大学这个部分上面为主 不过我要提醒很多 想从事投入这个工作的年轻人 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寂寞 因为我在那边实验室待了五天 这我已经快疯掉了 五天就不行 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环境 为什么 他们就是用科学的一个方法 然后来去把这一维物基材一个一个把它分析出来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常常会有很多新的一些技术跟一些方法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所以你就要常常念书 像以我来讲 我这个不爱念书的孩子 来做这个工作的话 我会发疯 不过有志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年轻人 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能够忍受得了寂寞 而且又爱念书 随时补充新资的话 我鼓励你们来加入这个行列 我们刚也看到这电视剧 还有讲这个犯罪现场的时候 都讲了巨细迷 那有话跟你觉得 这样会不会把这个犯罪动机 模拟现场 什么都讲得太清楚了 会不会造成大家的模仿还是 的确会 况且这种模仿可以反侦查 很多嫌犯就是天天看那个报纸 然后做那个笔记 当然这个会 但是我还是讲个一句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不管怎么模仿 你不管怎么运用 当你有这个动机 而当你去做的时候 一定会留下一个激震 而这种激震往往是你想不到的 就是说好比说有一次命案现场 因为苍蝇跟蚊子的关系 从蚊子里面验出血液 是嫌犯的血液型号 还有DNA 就是说这类东西 虽然对于我们的见识是有干扰 或者是有妨害 但是一般人真要说 因为每一个案子 它不可能重现 就是重演一遍是不可能 但是它激震只要留了下来的话 你还是可以破案 就跟过去我们讲的很多 福尔摩斯的影集那一些 它虽然没有办法降低犯罪力 但是它破案率是越来越高 让大家更重视着激震的重要性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航 这里是中国新的九官民播出的 海峡夜航 我是叶清理 李昌宇博士始终都强调 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 是媒体把他神话了 其实李昌宇博士 除了办了无数经典的案例 在警戒树立了很多的典型之外 他谦和的为人 公正的处事风格 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等等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品格 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陈卡兴来耐住寂寞成为一个神探 但是他身上这些品格 是我们可以学习得到的 非常感谢黄青 谢谢三位来宾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 关于李昌宇博士背后的一些资讯 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海峡夜航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